这个男人遭遇了一场非常严重的车祸,差点丢了性命,八天后他醒了过来,却发现自己毫发无伤,可是跑步时速度超过八十,嗅觉堪比警卷,游泳又像极了海豚。 走进一部电影品味一种人生,欢迎大家来到电影丁咚丁,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喜剧奇幻片《人面兽心》。 喜欢我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关注转发哦,男主名叫阿文,在警察局做管理员,他有一个梦想,就是像因果殉职的父亲那样成为一名优秀的警察。 可是阿文的愿望太难实现了,因为他跑起步来比不过八十岁老人,体能测试中永远是最衰的那个,随便一个老太或者几个淘气的孩子都能把他好一顿欺负,这样的警察让人怎么有安全感啊? 可是事情总有转机,这天警局组建了一次聚会,同事们都敢去参加,只留下了阿文独自值班,此时他却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,说一家餐厅遭遇了抢劫。 表现的时候到了,男主立即独自出警前去营救,他还不忘一边打电话请求支援,可是同事们玩得正紧劲,无人应答。 男主心急如焚,在一个拐弯处为了躲避突然出现的海豹,他猛地打方向盘,结果坠落悬崖, 在空中转体1080度,外加两个托马斯回旋后,汽车被一棵大树挡住,停了下来。 惯性的是,阿文竟然毫发无伤,可就在这时,突然头顶落下了一块大石头,直接把汽车砸到了二次元。 男主这次彻底丢了姓名,就在这时,他的转机来了,晚上一个穿着动物皮的石秘人出现,悄悄地把男主拖走了。 原来他是一个医生,更是一个科学家和动物学家,男主在朦胧中看到了好多动物簇拥着自己,而医生在忙着给他做手术。 等他清醒的时候,已经身在车祸的地点,可是自己却毫发无伤,还感觉身经如燕。 男主浑浑噩噩地回到家,邻居的那头疯狗又朝他搬来,可当男主走近时,虚然变得温顺还有一些畏惧,这让他非常的奇怪。 之后,他来到了警局上班,同时告诉他上司十分生气,正在到处找他呢。 八天不上班,也不请假,男主这才知道自己已经失踪了八天。 可他对这八天那事情完全没有记忆,只好进去接受上司的臭骂。 之后,男主发现自己身体和以前大不一样了,出来跑步,竟然很轻松地超过了之前的劲底。 那个八十岁的老大爷,甚至连赛马都跑不过他。 男主有一个喜欢的女孩,名叫小爱,因为小爱人如其名,是一个有爱心的人。 她还开了一家宠物店,养了很多可爱的动物。 这天男主散步时遇到了小爱在遛狗。 于是他鼓起勇气去打招呼,恰好旁边一个人正在训狗。 主人把盘子扔出,男主看到后竟然不由自主地去接盘子。 居然连狗狗的玩具都抢,逗得小爱乐开了花。 这天阿文和他的同事黑人被安排到了机场执勤,两人负责安检。 男主突然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,再仔细一闻居然是非法药品。 于是他顺着味道穿涩在人群中,最后扑向一个男人,抱着腿就开始撕咬。 场面陷入了混乱,最终他被执勤的警察拉开,之后果然在这个可疑的男子身上,掏出了一包伪金药。 男主因此立了大功,而这件事情也引起了局长的重视,决定立马将其转为正式警察。 可是他的上司却不看好他,还从中作梗,够加了一个月的试用期。 而男主也渐渐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异常,一定和之前的那起车祸有关。 晚上阿文下班回家,突然从路边走过一个神秘人,原来他就是给阿文移植器官的医生。 他告诉男主,发现他是他已经身受重伤,多处器官损坏,为了救命只能各种动物器官来救他。 而这些器官仍残留着动物本能,所以男主才会有这些怪异的行为。 为了避免惹出更多麻烦,医生要求男主跟他回去接受检查。 可是男主却不相信,无奈之下,医生只好使用了麻醉剂。 男主倒下之前,还发出了狮子吼。 之后,杨医生把他带到了动物乐园,这里有戴着帽子的马,会走太空步的星星,还有一些狗狗等等动物。 阿文这才相信了一切,医生让他接受检查,可是他却不愿意。 医生为了阻止他走,关上狗洞,可阿文竟然从大门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。 这天,男主和上司一起参加市长的宴会,这是进一步增进上司和同事感情的好机会。 可一只猫却向他发起了挑战。 男主不由自主地窜了上去,和猫打了起来,这做法简直不要太二啊。 而这也严重地毁坏了宴会的气氛。 上次借机训斥他,还准备将他炒鱿鱼。 可就在这时,男主敏锐地听到了有人落水求救的声音,于是直接跳入河中,之后潜入深水,像海豚一样救起了一个小男孩。 而这个小男孩就是市长的儿子。 男主因为这一英勇表现,赢得了大家的掌声,以及市长的称赞。 他开心极了,原来动物的能力也有用武之地,还表演了海豚舞。 第二天早上,阿文醒来,发现自己肚子大到不行,看了昨晚吃了很多宵夜,他只能来到医生这里求助。 医生用巨型仓鼠笼帮他,才成功减肥。 之后,男主又去上班,可刚到警察局,就有一个人前来报案,说自家的牛被神秘的野兽给吃得只剩骨头。 男主看到神秘野兽的画像后,瞬间不淡定了。 这哪是野兽啊,明摆着就是自己啊,看来昨晚自己出去袭击了牛群啊。 虽然同事们都没有认出,过于巨大的心理压力,他还是辞职了。 回到家以后,为了避免他伤害更多的人,他将房间外面堆满了荆棘,将自己与世隔绝。 而小爱得之后,则焦急地赶来看他。 男主只好说出了实情,让人意外的是,小爱不但能够接受这种习性,他喜欢上的男主。 男主开心极了,为了帮助男主克服兽性,小爱将他绑了起来。 可谁知更麻烦的事情发生了,一个偷猎者被发现死了,应该是野兽干的。 事发之后,警察同事们第一时间就醒到了男主,于是赶到了男主家逮捕他。 男主摆口莫变,只好像袋鼠一样跳了出去。 之后恐惧又饥渴地他逃到了一片树林,发现了一块正在烤着的肉, 喘得顿时流起口水,铺上去大块朵银,谁知都是上司设下的陷阱。 他准备击毙男主,立一个大功,谁知男主却敏捷地躲过子弹,像猴子一样爬到了树上。 上司开着车拿着枪锥杆,男主又立马变成了猎豹桃,上司把油门踩到底, 也是没能追上阿文,最后撞到了树桩上,还翻了车。 之后阿文跑到了一处悬崖,轻松地跃到了对面, 上司也跟着跳了过去,却掉下了悬崖。 幸亏他抓住了树根千钧一发之际,阿文倒挂着出现在他面前,把上司救上来, 可被救的上司却狼尖狗肺,冲阿门开了枪。 就在这时,那个袭击偷猎者的真正野兽出现了,正是小爱。 原来小爱也是医生的一个病人,他的身体里也有动物器官。 而就在这时,尾随而来的警察和猎人们包围了两人,准备将他们消灭,千钧一发之际。 男主的黑人好友站出来,顶替了所有的一切指控,警察和猎人们不但信了,居然原谅了他。 就这样,男主和小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 故事到此结束。